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麻婆豆腐 豆腐在麻辣宇宙中的漂亮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道经典的川菜麻婆豆腐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盘美味的佳肴 更是一段充满风味和历史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麻婆豆腐的神秘面纱 探探这块豆腐是如何在麻辣宇宙中漂流的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的中国四川省 当时有一位名叫陈麻婆的妇人 她经营住一家小餐馆 据说陈麻婆的脸上有一些麻子 有一天 一位挑剔的顾客走进了她的餐馆 要求她做一道既麻又辣的菜 于是陈麻婆灵机一动 将豆腐 牛肉末 花椒和辣椒等食材混合在一起 创造出了这道令人垂涎的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的成功并非偶然 四川地区的气候潮湿 而花椒的麻味则能够刺激味蕾 增强食欲 这道菜完美地结合了麻辣 鲜香 嫩 烫 六种口感 让人一吃就难以忘怀 然而麻婆豆腐的故事并未止步于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道菜逐渐漂流到了世界各地 无论是在美国的中餐馆还是日本的居酒屋 麻婆豆腐都成为了深受喜爱的美食 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各种创新的变体 比如加入奶酪的芝士麻婆豆腐 或者用鸡肉代替牛肉的鸡肉麻婆豆腐 有趣的是麻婆豆腐在不同文化中的适应和变化 更如同一位旅行者在异国他乡的冒险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它都会吸收当地的特色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影视文化的包容性和创造力 最后让我们回到餐桌上品味这道经典的麻婆豆腐 当你感受到那股麻辣的刺激时 不妨想一想这块豆腐的漂流之旅 它从四川的一家小餐馆出发 穿越了时间和空间 最不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仅仅是一道菜 更是一段历史和文化的缩掩 所以下次当你想用麻婆豆腐时 记得向这位漂流在麻辣宇宙中的豆腐有事致敬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美食无国界 味道能够连接世界 希望大家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和历史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公宝鸡丁 鸡丁在花生雨中的舞蹈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这道经典的中华料理 公宝鸡丁 这道菜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历史与文化的交织 彭佛 鸡丁在花生雨中翩翩起舞 首先 让我们从名字开始 公宝鸡丁中的公宝其实是个官衔 这道菜的名字源自清朝的丁宝珍 他曾任四川总督 并被赐予公宝的荣誉称号 据说丁宝珍非常喜爱这道菜 于是这道菜便以他的官衔命名 成为了公宝鸡丁 所以 每当你品尝这道菜时 不妨想象一下自己是在与一位 清朝高官共享美食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道菜的主要成分 鸡丁 花生 浅辣椒和葱姜蒜 这些看似简单的食材 却在大火快炒中动发出无穷的魅力 鸡丁在热油中翻滚 庞佛在舞台上尽情表演 而花生则像是观众时不时的 给予热烈的掌声 前辣椒则是那位热情的指挥家 让整个舞台充满了火热的气氛 公宝鸡丁的灵魂在于那独特的酱汁 这酱汁由酱油 醋糖和少许的花椒油 调制而成酸甜适中 辣而不燥 这就像是一场完美的舞蹈表演 节奏明快 动静相宜 当酱汁名在鸡丁和花生上时 整道菜便达到了味觉的巅峰 有趣的是 公宝鸡丁在不同的地方 还有不同的遍体 花椒的麻味更为突出 而在北方则会加入更多的汤 但味道更加甜美 这就像是不同的舞蹈风格 有的热情奔放 有的优雅委约 但都同样迷人 我们来点幽默的结尾 有人说 吃公宝鸡丁就像是在参加一场舞会 鸡丁是舞者 花生是观众 辣椒是指挥家 而你就是那位享受这场盛宴的贵宾 恰次当你品尝公宝鸡丁时 不妨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在一场华丽的舞会中 与这些美味的食材共舞一躯 希望这段分享能让你对公宝鸡丁有更深的了解 也能在品尝这道菜时增添一份乐趣 祝你用餐愉快 谢谢少六次的介绍一下 红烧肉 肉仔红烧肉 肉仔红烧江湖中的陈服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道经典的中华料理 红烧肉 这道菜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美味 跟我们一起来看看 红烧肉在红烧肉在红烧肉在红烧江湖中的陈服 首先 红烧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 据说 这道菜的诞生 与一位名叫苏东坡的文员有关 苏东坡不仅是诗人、书法家 还是一位美食家 他在被贬黄粥时 发明了这道美味的红烧肉 并且还写了一首诗来赞美它 这首诗的内容大致是 慢住活少住水 火候足食 他自美 这句话成了红烧肉的烹饪秘诀 流传至今 然而 红烧肉的故事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 到了清朝 红烧肉成为了宫廷御膳的一部分 据说慈禧太后特别喜爱这道菜 甚至要求御厨每天都要准备 这也让红烧肉在清朝的宫廷中达到了顶峰 成为了贵族们争相品尝的美味 但红烧肉的江湖地位并非一帆风顺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物资匮乏 红烧肉一度成为了奢侈体 普通百姓难得一见 然而这也让红烧肉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一种象征 象征住富足和美好的生活 进中国成立后 红烧肉再次回到了百姓的餐桌上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红烧肉成为了家常菜中的一员 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节日庆祝 红烧肉总是少不了的主角 这道菜不仅仅是美味 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当然红烧肉的江湖地位也面临助挑战 随助健康饮食观念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饮食的健康问题 红烧肉作为一道高脂肪高热量的菜肴 逐渐被一些人视为不健康的代表 然而这并不影响它在美食界的地位 毕竟偶尔的放纵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总结来说 红烧肉在红烧江湖中的沉浮 既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文化的传承 它从古代的文人雅士到清朝的宫廷御膳 带到现代的家常美味 无不体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希望大家在品尝红烧肉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历史和文化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来探讨另一道经典美食 看看它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 记得 吃红烧肉的时候 别忘了苏东坡的那居 慢炷火少炷水 火候祖师 他自美 祝大家胃口大开 生活美满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非常荣幸今天能与大家一起踏上这趟美食之日 希望我们刚才一起看讨的麻婆豆腐 《公宝鸡丁》以及《红烧肉》 让你们不仅品尝到了美味 也感受到了其中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润 今天我们从麻婆豆腐的《麻辣漂流》谈起 穿越了时空扫草《徐勿达》 穿越了时空从四川馆到达全球的餐桌 接着我们欣赏了《公宝鸡丁》 这场鸡丁在花生雨中的舞蹈 体会了它在不同地域的变化与适应 最后我们探讨了红烧肉在红烧江湖中的沉浮 从古代文人到清朝宫廷再到现代家常菜 见证了这道美食的传承和演变 这三道菜不仅仅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 更是历史与文化的缩影 他们告诉我们 美食无国界 味道能够跨越时空 连接世界 买一口麻婆豆腐 买一块宫宝鸡丁 买一块红烧肉 都在向我们诉说出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在这些美食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创造力和包容器 也体会到了文化的传承和演变 无论是麻婆豆腐的麻辣刺激 宫宝鸡丁的酸甜适中 还是红烧肉的浓郁酱香 每一道菜都在用它独特的方式 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丰富 好了 今天的美食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在品尝这些美食的同时 美食的同时 也能思考它们背后的故事和文化 美食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让我们一起珍惜和传承这份美好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有其他想要了解的美食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期待你的提问和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六博士在此祝大家 以科沃沃希拉提生活美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川月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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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